姐姐的孩子 就是在 六个月前 没有啊 三个月前 就才发现到她有 优异症 然后她是属于 要减肥啦 其实她本身的优异症是因为 她鼓出压力 然后后来她慢慢发现到 她fight过了 她的成绩很好了 后来她就 她的成绩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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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乱就是了 后来我一直想到这个裤子 我的姐夫就打了给我 之前是我妹妹的膝盖 穿好很好了 就医生想到这个血液循环 可能也是会帮助到啦 我就快快寄给她咯 这个裤子 她也是有去看心理医生那些 然后就配合 穿这个裤子 然后她现在已经很OK了咯 她穿这个裤子 然后她又很好睡 很好睡觉那种 然后慢慢慢慢现在已经 达到 安全的那种什么 没有好到玩啦 就是很好的 情绪稳定 然后她可以去上学 她已经半年没有上学了 现在去上学了 13岁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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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现在可以去上学了啦 还没还没 可是就不会一点要自杀啦 冷定了 这个裤子刚开始是这一条 我去M-Sign的给她嘛 就跟她拿了 然后后来她现在胖了咯 已经46kg了 已经上到46kg了 然后就穿L-Sign咯 那个M-Sign 她就送给人家 哇很好 我这条裤子真的是功德无量的 她又送给另外一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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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的朋友 她不舍得买 她又寄回给我 我又 帮另外一位老人家 非常好 非常好 所以这些故事以后 做分享以后 就能够帮到看